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在欧冠射手榜上 梅西仍旧处于领跑的位置 而在他后面离他最近的也和他有两球的差距 当梅西在欧冠赛场上大杀四方的时候 过往几个赛季的欧冠金靴得主C罗本赛季在欧冠赛场上 却还没有什么表现 小组赛首轮 C罗面对瓦伦西亚不到30分钟就被红牌罚下 尽管此后欧足连选择轻罚 但是他仍旧无缘了第二轮和年轻人的比赛 缺少了C罗的尤文图斯 依靠着迪巴拉的帽子戏法击败了年轻人 而C罗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梅西之间的差距再度被扩大 目前梅西在本赛季欧冠联赛当中的进球数已经领先C罗多达5球 不仅仅如此 借助于C罗这两场比赛 在欧冠没有作为的情况 梅西在欧冠总进球数上也开始了对C罗的追赶 目前双方的差距也只有15球 考虑到梅西比C罗要年轻 这个差距并非不可能超越 但是对梅西来说 他首先要做的其实 还是守住自己本赛季欧冠金靴的宝座 毕竟仅领先C罗5球的优势并不稳妥 上个赛季欧冠 C罗同样在小组赛当中的表现不太理想 而梅西则是在上个赛季欧冠小组赛出进风投 当时C罗和梅西之间的进球差距一度达到了2-10 但是在进入到欧冠淘汰赛之后 C罗则是迎来了爆发 而且随着梅西在欧冠淘汰赛早早出局 C罗更是最终逆袭梅西一球 成功获得了上各赛季的欧冠金靴 因此 对梅西来说 五球的领先优势 并不能确保他获得金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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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天一味也别灵化 又不能确保他获得金靴 太过d roll味球 高脾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